我希望是 因为真的成龙已经近了百分之百 为自己打出满分的成龙 在扮演武松的八个月里 历经身心的考验 从外表到内心 都完全沉浸在角色中 由此塑造出一个身手较捷 偷着很劲儿 坚定刚毅的武二郎 追酒抛飞 怎么样感觉的刚才这一段 过瘾吗 好吗 很棒 真的很棒 真的好吗 我给你讲 成龙 你刚才给自己打一百分 我其实有点半信半疑 但是我看完以后 我不是专业的 我打不到一百分 但是我觉得 你那劲儿是对的 你整个把武松的那个东西 没有让我们觉得是出戏 在演武松 挺棒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你之前刚才讲到了 在看很多网友 不支持你演武松 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因为我们知道 要在《非常近距离》里面 采访成龙 那我们来看看腾讯微博 我们的网友对陈龙岩武松 看过之后是什么样的评价呢 圈儿杨说 新水湖中最感动的 最感动我的是武松 愤怒的武松 断了手的武松 让我感动 还有一位叫霍土信土的说 这新水湖里的武松造型 真像加勒比海盗啊 有点啊 有点 松下小丸子说 通过这个角色 对陈龙刮目相看 对真空爱情记录印象太深 还记着他这以前的偶像小身 那我这次改变了气质 所以我觉得 这部戏不是说能让你是不是大火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每个人都希望颠覆 对 不要老沉溺在过去的决策当中 我再念一条啊 新版武松 俊秀中透着点性感 鲁莽中透着点温柔 好酸啊 不过说的你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挺好的 性感 我特别受用 你是感性还是性感 都有吧 我相信节目刚刚做到一半的时候 大家已经对今天的陈龙 是满怀这一个 怎么说呢 欣赏 因为你坐在我很近的地方 我能感受到 它是一个很真实不装 然后也很淳朴的这样一个人 而且我相信武松会让你的事业 带来一新的高峰 那如果大家有话要说的话呢 也可以我们在聊天的同时 你也可以通过腾讯微博的 非常近距离 然后跟我们留言 我们把你的问题来问给他 怎么样 看完我们网友的这个评价 这可不是我们瞎编的 大家可以去那个微博上去看一看 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其实做演员是不是要的就是真的 我们不是说要很自我 但是同时我们要真的觉得 观众有一个很好的评价 还是特别开心的 对 其实我觉得演员就是 希望通过角色传递给观众一种信息 就是我希望他们看到我的成长 对 但是你没办法去用语言去表达 那只能通过角色 通过这样有这么好的机会给我 对 我们刚才看到里面打戏很多 非常非常多 打了多长时间 这样讲吧 我们水谷拍了八个月 对 就是光我武松打戏一个半月 就整个组都围绕武松打打 天天打天天打打打的一个半月 这是太重要的一场戏了 对 打一个半月就人受得了吗 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还好我就是可能平时锻炼的也比较多 对 体力上应该还能胜任 是吧 对 但对体力要求真的很高 那你吃几顿一般 吃还是正常吃啊 我平时也就吃个五六顿吧 胡说八道 我看你的很多的 因为我知道当然还是有一些高难度的会有武行 但我觉得你的很多劲是非常对的 你学过武术吗 打戏拍比较多 可能对武术的感觉我 我接受的人很强 学得很快 但是就刚刚大家看到那个 最打讲门是那场戏 其实是我拍拍前最担心的那场戏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罪权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打 所以我在拍之前 我就专门找了个武术教练 到组里面 然后我不拍摄就跟他一块练 差不多练了有一个多月嘛 威西专程学习武功的陈龙 自然身手不凡 不过今天在非常近距离 这位新武术竟然频频遭遇踢馆 第一关就遭遇了武术爱好者的现场挑战 去看好汉陈龙如何手轮应对 放开一点没关系 来来来 不是您这水平还不如我呢 当然不如你 真的不如你 不是你这叫晕船 真的不叫最小 没事没事 你稍等一下再上来一位行吗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 摇摇光我路震倒 久力千贵我最值宝 江湖中窗面桃 从来不用道我不用道 千金都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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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打得不错 但干嘛老翻白眼啊 对 我觉得你这日 不是你这日酒精中毒 喝到假酒了 对对对没关系 我觉得你比刚才那位投入了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黄衣服的这位 你也没有学过是吧 我没有 要不过模仿一下 那个称如那个 那个武松那个形象的一个最弦吧 行行行 好 看去那个 挺帅挺酷的 遗憾形象十分足 最后再来模仿一下 好弱一点啊 你学过吧应该 学过武术吧 你在学校里面 一个体育老师教过武术 公家很好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 不是 穿裤子 不是他们吧 他跳得像HIP HOP 你知道 他像 这个 我觉得 我想看成龙你教我两个 因为我特别喜欢最全 对 来 找个原则是 最主要是脚步 然后找到一个最坛 你把重心移过去 加上手 来 来 你们下能集体最一个吗 对 就集体最全 对啊 我陪你们吧 我陪你们吧 集体五松吧 好吗 一块吧 我们现场交 来 几位 开始 好 走 喝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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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手孤凡的陈龙 在新水浦传里 还要经受的一番考验 便是剧中的重头戏 五松打虎 为了追求真实 陈龙必须与一头真熬户 拍摄打戏 深入苦血 演绎这段危险 却精彩分成的 打虎传奇 我知道老板的五松打虎 那个是特技做的 是 但是听说内部消息 听说你们的这个五松打虎 那个虎是一个真老 真老虎 真老虎 你跟真老虎 放在笼子里一块打 就我们俩 你之前知道吗 之前其实剧组跟我说过 但你就想 但我真的没当真 不可能啊我想 但真的拍的场戏的时候 他们说陈龙 走 我说干嘛去 打老虎啊 我说去哪打老虎啊 马仕团啊 真老虎 当时腿就开始抖了 对 就很糊里糊涂就跟着去了 去马仕团 然后到那以后 有只老虎 他是先把老虎关那个小笼子里边 老虎就在趴着 那我得先沟通感情啊 万一 对吧 他什么表情 那种感觉 他根本就不搭理我 他能把我当回事吗 他也不知道 他在演武松 穿得跟加勒比海盗一样 谁理我 对 那你不害怕吗 你以前接触过老虎吗 没有 没有 怕 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害怕 因为老虎 真的当你跟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毕竟野兽嘛 近距离 近距离 跟他接触的时候 因为太大了 真的 当你真的跟他这样去面对面的时候 真的会害怕 然后 你骑在他身上 骑到他身上去了 真的 现在想要绝点后怕 去打鼓之前 水浮兄弟们对我特别